本所接獲台中捷運站轉報 一名男子於風樂公園站車廂內手持玩具槍 第一時間站內隨車人員立即疏散該車車廂內乘客 竟會造成人員傷亡 而該名男子隨機轉搭往烏日站下車 遭捷警隊警力到場控制行動 與其身上擠出美工刀、剪刀各一把 令該把玩具箱遺留於車廂內 經查葉賢於案發前在捷運市政府站旁餐館用餐後 自該站搭捷運往烏日高鐵站遇回住處 因個人身心因素以此發現希望引起他人注意 經調閱監視器後發現葉賢在捷運車廂上把玩玩具槍 並造成同列車乘客驚慌奔走 由終結立即進行疏散並通報警方 由於夜前行為涉嫌刑法第151條 恐嚇危害公眾安全罪 依現刑犯逮捕並移送偵辦 其言行儀式失覺失調部分 亦同時通報本市衛生局派援救其夜管部分應除 警方呼籲民眾搭乘捷運 勿攜帶各類刀蟹或一輪物品 違反除捷運公司得拒絕載送外 更可能觸犯社會秩序國法或公共危險罪等罪責 若旅客在月台或列車上發現任何物法 可撥打110報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